啦啦啦 波涛不炫耳的浪浪姐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三个鬼丈夫 为命里克服的美女老婆找到最终归宿的电影 小声啪啪 女主阿里年轻貌美 身材窈窕 但是她的爱情却饱经坎坷 她曾经嫁过三任丈夫 分别是风流梯荡的电影明星陶仁燕 面恶心善的黑包老大 装载人 以及软弱温和的牧师 朱班纯 但第一任丈夫陶仁燕在结婚前一天遭遇车祸而不幸去世 第二任丈夫装载人在结婚的当天因为太开心而开口大笑 结果被小鸟费进嘴里把自己噎死 第三任丈夫朱班纯在洞房之前突然哮喘发作 也当场去世 最终留阿莲独受空房 三个丈夫虽然惨遭横祸相继死去 但是他们都给阿莲留下了一大笔财富 让阿莲年纪轻轻便成为了富婆 而阿莲也把三个老公的牌位共同在家中 日复一日的上香祭拜 在地下的丈夫们也由此不愁吃喝 阿莲正值青春 不忍孤独落寞 便找上算命先生给自己算上一罐 可是算命先生告诉阿莲自己天生克服 嫁给谁谁就倒霉 甚至危及丈夫生命 接着冰却阿莲不要再嫁人了 阿莲心灰意冷的回到家里 想着自己要孤独终老 老庄见阿莲孤独寂寞又寡欢 便想把阿莲杀死 这样阿莲就能下去和丈夫们在一起 也就不会再寂寞了 这时大猪和小桃从牌位中跳出来阻止了老庄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阿莲每天坚持供奉 三个人根本不可能过得如此游温 不过三个鬼丈夫看着心气消沉的阿莲 决定帮助阿莲 找一个可以让阿莲托付终生而有命硬的对象 让阿莲过得更加幸福 宇无伦是一名电视台主持人 每天都主持午夜节目夜半奇谈 而三个鬼丈夫十分喜欢他的节目 于是便适时撮合阿莲和阿莲两个人在一起 在三个鬼丈夫的巧妙安排下 阿莲忽里糊涂的来到了阿莲的家中 却被正在洗澡的阿莲 当成是入室盗窃的小偷 阿莲看到刚出去的阿莲 瞬间感觉自己对他一见钟情 愣在了阿莲面前 阿莲见状连忙抄起棍子 将阿莲打昏了过去 第二天阿莲醒来 急忙向阿莲解释并道歉 自己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进入了阿莲的豪宅 阿莲这才意识到 自己误会了面前的帅哥 也向阿莲道了歉 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阿莲便离开了 但心里也发誓 要追到美女阿莲 三个鬼丈夫目睹一切 觉得阿莲还算靠谱 便决定帮帮阿莲 阿莲自己为了追到阿莲 也是煞费苦心 经常在阿莲出现的各个地方 与她偶遇 一来二去 阿莲也明白了阿莲 这个傻小子的心意 一天晚上 阿莲主动邀请阿莲 来一家酒吧 在三个鬼丈夫的帮助下 阿莲迅速升温 不久之后 阿莲带到朋友小胖 来阿莲的豪宅吃饭 但是小胖呆头呆脑 总妨碍阿莲 阿莲调情 三个鬼丈夫十分讨厌小胖 便捉弄她 把她吓跑 阿莲竟然小胖要走 以为小胖是给自己制造机会 反而还感谢小胖 接着阿莲极可难耐的 要和阿莲做些羞羞的事 阿莲见状 娇羞的跑去洗澡 而这时 三个鬼丈夫却看到判官过来 身边还有个小鬼 原来小鬼知道阿莲客夫 认为阿莲要一命呜呼 所以提前过来 可三个鬼根本不想让阿莲就此造命 觉得先阻止两人做运动 便显出真身 吓唤了阿莲 第二天阿莲醒了过来 看到阿莲给自己递来早餐 以为他是和昨天的三个鬼一伙的 要来谋害自己 便向阿莲大骂一顿 随即离开了 可阿莲却并不知实情 心灰意冷的他决定自杀 并留下了一封遗书 三个鬼急忙阻止了 在高速公路上 醉驾准备自杀的阿莲 随后阿莲被好心的路人送去医院 而恰巧怀疑自己被阿莲下毒的阿伦 也在医院洗胃 看到自杀未遂的阿莲后 便明白了 他是无辜的 这时 作案的小鬼突然出现在阿伦面前 蛊惑阿伦说 阿莲命中克服 需要去鬼王那里 偷取鬼王猪并吃下去 这样就可以和阿莲顺利洗几联礼了 与此同时 三个鬼丈夫正好又遇见了路过判官 判官告诉他们 阿伦命十分硬 和阿莲在一起 正好能凑成一对 三个鬼起初往外 却发现阿伦已经去了 遍地恶鬼的鬼王岛 可鬼又不能直接出现在阳光下 于是他们找到了小胖 并附在了三把黑伞上 让小胖带他们前往鬼王岛 然而小胖在船上不小心把三把伞掉进了海里 探子觉得找回伞 无异于大海捞针 便自己前往救阿伦 此时阿伦正好遇上鬼王岛的舞会 加入了鬼群 而小胖在路上碰到了鬼王女儿 便蹭上他的车 一起去到了舞会 阿伦小胖终于在此相遇 并在所有鬼跳舞的时候 偷偷设计逃了出来 在离开鬼王岛的时候 小胖最终还是选择告诉阿伦阿莲 三个鬼丈夫的事 阿伦听完觉得这三个有情有义的鬼所感动 便和小胖一起来到海边 寻找三个鬼所附生的黑伞 最终在海滩上找到了黑伞 最终真相大白 阿伦阿莲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阿莲的三个鬼丈夫也得以安心 虽然看起来粗质浪造 但确实是一部好片子 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 反正都要戴绿帽子 不如选一顶自己喜欢的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浪浪姐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点